- 肯定还可以看开心 因为上比赛的意义 给我跌定了以后 比赛的信心或者训练的各方面的信心和动力 这个都没有 因为毕竟受伤 那就整场对待已经受伤了 那就慢慢恢复 也没有太多的压力活差 因为这个比赛那边的比赛级别比较高 然后强度各方面都比较大 然后经过一发的拉扯或者比赛 然后促进了自己的肌肉反应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尽力为车队 为国家 然后增强更多的游赛积分 具体的嘛 就是要比环谷环岛这些 有没有想过怎么比 要拿什么成绩之类的 这个现在不好受 因为到时候备赛的各方面体内 或者是状态的决定 然后到比赛场地看看路线 或者各方面 然后再决定自己适合 怎么去发展下一步 然后再决定自己 怎么在比赛中去发挥 所以明天你选择 明天 选择 没有 太狠了 太狠了 这二步 一五 好可可 你看五十一什么鬼 柯南太难吧 因为比较熟悉的 感觉的环境和那些赛道之类的 还有路线 可能天下湖没去过 也害怕比较高 可能会不适应 面倒训练 但是这一年我不确定 是有面倒训练 而在青海岭 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一步 所以他不确定 如果他能做得很好的效果 在高高度 对啊 显摆了 是的 对啊 对吧 太好了 谢谢你 但Dalim 我认为你能做得上很好的 在高速度的表现 你能够有 good engine 当然你具有好 engine 而且你本身的 在中高速度设备 是的 我认为你能做得到很好 好快点 李洁 祝你 好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